各位觀眾早安,歡迎大家收看《即時攻略》這個環節 身邊嘉賓Stanley,你好 看看大家有甚麼問題,想問Stanley,或想跟Stanley談 記得打電話來204-6566 或將問題WhatsApp去到9157-1428 亦可以到ASK at BSChannel.com 這一段時間,我們《要財財經台》的Facebook及YouTube Channel 到直播,大家有甚麼想知、想問 歡迎大家留言,Stanley都會盡快解答大家 事不宜遲,都跟Stanley談談大事情況 看到恆指現在升幅,又再縮小一點 剛才升200多點,現在升大約87點左右 約26688點 起碼港股,都可以說繼續做,暫時都算是OK的勢頭 前日夾完1000點之後,今日好像還有力 而且昨天A股,其實升到狠狠的聲音 但港股就完全沒有跟著,大家都知道發生甚麼事 今天,會否可以升回沉力那一陣呢 Stanley,你覺得 真是很難說 很難捉迷,那時太多不同的因素 不是,最主要是你說A股的勢是強的 這一陣的時間A股的勢是不差的 你看到他三排兩步,就可以回到大概三千年左右的位置 不過我就不知道呢,不如說一下市的情況 因為最主要本身,今天能不能夠追回過去這兩天的表現 反而要這樣想,究竟星期三那一天,升一千點是值不值 其實你說有沒有一些叫做升過籠 因為假設,你真的可能已經升凸了的話 那你說這兩天的時間,你試有沒有機會再,就是過去這兩天的時間 再上,其實算是上也好,你上的空間是不大 因為如果你想想,大家想回頭 那個撤回這個條例,是不是值得升一千點 你問很多事情,現在已經解決了 其實我不覺得是,我不覺得其實你說這個動作,是應該的市是大那麼多 所以如果你在前設方面就是,如果你假設覺得 其實市是沒有一點,就是很多事情是沒有一點特別改變過的話 按道理,那你叫一條數,你叫上升那個的升幅其實不算小 其實是呀,你加起來其實都千一、二點 是呀,因為你那一天,你也這樣說回來 你說星期三那一天,那個升幅實在有一點而誇張了 過分了是不是? 也挺過分的 有得升的,我都覺得,但是是不是真的升到九百九十多呢? 我其實覺得是,你看看那個,那些技巧之後的東西 我不覺得是值得升那麼多的,很老實 還有,如果你再看回,你說那個時... 當然你可以說,都公平一點地說回來 這段時間有沒有一些比較正面的消息 那不是沒有的 就是剛剛提及到,A股升人民幣的匯價反彈 還有,中美謎談判也有一些進展 但是,好像中美謎談判,大家都跟大家分享過很多次 哎呀,又是多傾子 是啊,他都說了年紀了 但是這樣算不一樣 現在九月初而已 十月初開會,開得整才算 其實他們還未定日子,還未定時間 還未定,因為不是第一次,就是之前的時間 可能沒有,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大家都有記得的 之前很多次,很多時的開會 開會的時間,又說什麼 想要什麼很坦誠 大家交換意見 是啊,盡大進展 你還要跟人家談 還有,如果現在談的話 大哥,現在記住,第十三輪了 不是吧,你剛才談到十二輪都談不定 你現在第十三輪談不談得怎樣 我又不覺得,真是有些很大的突破 所以未必然是純粹解僱 就是,沒有啊,借過好消息,還未解僱 所以純粹是這些因素 所以你說其實,如果你看回後市方面 即是到這些水平的時間 沒錯的,你再有機會有一次 當你這一段時間 未定便是月期 一段只有一些消息 但是說什麼,有什麼 有什麼坦誠面對 有希望取得進展 有突破 即是突然會背,冰狐紙就照樣 照樣卡的 其實太黑了,都把所有的資料都踢回 可以砌出一個生命 是呀,砌出來了,就是這樣 你說,那根本是好還是不好 看看最後有沒有結果 但是沒有結果的時間 未有得過拖子 事情有失望的時間 未有下去 所以,其實現在根本上的局 就是有消息就升 沒有消息就橫行,快要下去 很多事情真的沒有變過 在我眼中裏面 反而反過來 真的有經濟的層面上去看 其實現在真是見得到經濟狀況 不要說香港這邊 全球都是 很多地區其實經濟狀況都真的不是好 所以變了,我真的不是那麼腦定 我始終都是悲觀的 這一段時間 還有其實沒有的 你只可以說 國市會不會突然跌一千幾百點下去 應該不會的 但會陰跌 其實你想一下 會不會突然升一千跌一千 我覺得機會就不大 但問題在這千年裏面 是包含了很多大家 一些比較好的衝勁 如果之後的時間 沒有特別好消息的時候 這千年就慢慢的升幅 慢慢會跌下去 陰跌下去 所以我反而會覺得 現在這些市況之下 都是那句多貨的 先減一減磅 沒什麼所謂的 我還想到11之前 國慶70周年有成 變相會不會都穩住中港兩地的市 在脈臺庫過11才再來了 很多時候10月過完一些 大時大跌之後 就會有一個跌的情況出現 還有我會覺得 不如要這樣拉下去 將兩件事是拿一個連繫 我沒有說不對的 我都可以說 A股或者是一些筆水 來香港買貨 繼續賣 買到11個都可以的 對不對 這樣都說不行的 但是 不得實際 還有這些市況 你真是變成一個短線的看法 因為這些叫做維穩的東西 很簡單的維穩的東西 過了那陣的維穩就沒有了 是啊 過完就會沒有了 突然間被震了 所以我真的覺得 不要看得這些太過重 好 之後我又跟Stanley談談過 因為今天相信大家 都應該會看一隻港交所 看到他今天跑贏大市 升了百分之二甚至以上 現在報的252個月 今早我跟梓翰說 為什麼港交數還可以升 是不是逆向思維 就覺得 可能不用賠錢 變成好像炒股價 是不是都不用賠 對啊 為什麼新機這樣 昨天是死機 大家嚇到 昨天是面質聲明 怎麼會賠 但是 昨天這件事 我會這樣看 你都可以說 對於國際金融市場的聲譽 有影響 不過你說一天之間 一天之後搞定 你現在又推銷 投資者很失望 轉個頭沒有一回事 一天半天 對它影響真的不太大 但是 如果你之後的時間 你再間歇這些問題出現的話 那就很糟糕了 昨天你回到 早上的時間已經出問題了 為什麼你又不停呢 為什麼你去到 下午的時間才可以停呢 還有其實你想想 兩者本身是期貨市場 和現貨市場 一定是關聯性的 為什麼你又停一些不停一些呢 所以 這件事都可以一段時間爭 但是只不過 氣氛上我覺得 你說氣氛上對它有幫助 根本來計 所以 升又會 沒有那麼升 但是 尤其升也好 你就看到它的股價 其實就只有250多元 就是算升得很多 但是 後市去向這一隻 我都比較 不太好 但是對投資者來說 是生氣的 Stanley 沉迫 為什麼呢 因為 太多謠言出來了 好老實說 還有港加索 只是出了通告聲明 我不知道叫什麼 在網站上 post了一些東西 其實它自己又不出來說 很多市場有些串差 比如我們昨天早上也有說 會否可能到時就沒事 復班市 就會有些斬倉 有些情況出現 變成夾升的市場 就是完全是 你幸好在 今天這一下升得不多 今早上 升二三八點 我想你 舒楊有個泡 但是那個時候會搓 是 不過就慘了 你昨天 大家可能拿著貨 就是擔領手帕 是啊 就是現身去那一堆 昨天下午的卵 正抹甲闊 我看到那些闊 就是你倫豪子 一定是很闊的 我只是坦白地說 你任何的衍生工具 其實你的原意 就是你可能是 給一些叫做對沖的動作 你可能是一定做這個動作 但是當你假設的時間 你可能要做一邊 就是做一件事 你一件事都要做對沖 對沖不到 你可以怎樣做 你唯有逼住 就是把你原先的部署策略 cancel 例如我買了A 都要沽B 你B沽不到 我便A不做 甚至乎買完之後 我便會沽回去 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昨天來說 這些卵商都很慘 你想一下按道理 譬如假設你發生卵商 你買了貨 那些卵商 那些卵商 可能要做相應的部署 例如買一些產品 甚至對沖 那邊做不到 那你一邊可以怎樣做 不一定是沒有的 其實你這件事 反而來一轉 我覺得保障兩方面的利益 你媽的交易都是這樣的 因為你那個交易 計不到價錢 那他都保障自己的情況 所以你阿琪那個情況 其實是這樣的 我又會覺得 都是平心而論 這件事是 他們做不到對沖 都很慘 但他們要繼續 要開個價錢出來 對不對 那他們怎樣做 所以昨天的情況 真是希望 可一不可再 真的不會再出現這種情況 很動搖 大家的信心都立刻 不是 為何你買股票 都是多到風險 以前大家會覺得 這個風險 就是死機壞機 你只是說的 對 剛才會出現 你不會想到港交所 是呀 真的會出現這個情況 而且你看到沒有什麼 後備方案出來 不是呀 其實這件事 是系統的問題 即是軟件的問題 應該是 由於以一般的 不要說港交所 以一般的系統去說 一定有一套 叫後備方案 類似什麼呢 例如假設 你那個主機 那個主機出問題的話 應該會自動很快 會轉換去 另一部 BW機 那個叫做 第二部機組 但很明顯 他昨天應該是沒有這個動作 即是他做機 那部機可能會被主機 被關掉 但有什麼問題出現 搞不定 那部機不能夠轉播 去另一部機身上 所以會轉換到這樣的情況 所以你才可以說 即我每次程度上 我都很認同 小嘉所說的 即是可能你說一些軟件 一些 IT 的問題 但問題是說 不容許這樣做 即是根本上不容許有錯 因為在一個系統上 其實這些系統 尤其是你想想 這些分分鐘 真的是一秒鐘 每秒加密上去 百幾百萬 所以這些影響 即是那句話 可以有不可再 希望不要再下線 曲線打擊香港的經濟 還有小嘉 真的是港交手 那天下午 大家那一刻都 你問我前途上 都不會怎麼做事 不做 不敢 你買什麼都怕 放不到 這一下最慘是這一下 大家都怯的 的確 好 接著又跟Stanley 說多一點點個股 因為我想和你談談 一些手機設備股 我見到今天寫篇文 都提到 我想說 那隻瑞昇很恐怖 Stanley 有什麼這麼說 昨天升一乘二 一乘三 今天再繼續升 現在都升一百分之六 四十一個三毫半 嘩 iPhone 出新機 都不是新鮮事 是的 是不是真的吸引到 那麼誇張 iPhone 11 三鏡頭之外 還有一些特別的 是有些特別的 不是 我看到有段新聞 都帶我出來 都說他有什麼 研發 做什麼指紋 是的 但是好像2021年才能夠 應用到 我剛才看新聞 不是很有趣 其實你說這一陣子 我想 先說一些其他東西 這一陣子很多行 其實都對於 科技類的版法 有些都是樂觀的 特別是好像昨天的時間 大家不知道有沒有懷疑 而是ASM太平洋522 現在想提及他 其實他的業績 先說一下業績 上半年的時間其實是差的 是很差的 甚至乎他按環比都是差的 但是有一件事 就是為何昨天會急升呢 一旦我出貨報告 就是說他的目標價 好像是110元 那個原因就在於就是說 他覺得 就是他那個的 譬如說一些什麼新手機 5G機 可能會很厲害 不是 他有沒有說 他覺得 手機的發展 可能會 未必預期中那麼厲害 但是5G會有些商機 還有就是說本身 內地方面 因為現在的芯片 有機會會加大一些內地的 叫做一些 深陰行業的發展 對他有利 這些我拜託的 但是問題就是說 去看他那個前景方面 都可能大概2020年 才有機會復甦 其實今年的業績 如果你這樣看的話 應該都是差的 但是說到2020年的時間 才會好 就是將會有機會好 可善 所以就覺得 價格可以再上升 但是其實你見 很多的公司 或者很多大行 都是將很多的公司 覺得我今年差不緊 就是看下年 你說他合不合 其實是沒有的 你今年差的時候 按到你下年 基本上下檐之下 那一定是好的 所以你說 好像 瑞昇這些情況 今年的業績差 你真的預期了 但是大家會覺得 可能你的下年 甚至乎 可能今年的第三、第四季 你的機會改善 但是 就是這件事 你真的靠股 你說他可以的話 我說他不行 其實我沒得爭 到最後 看他行不行 但問題是 行不行 可能是三、四個月後的事情 你才會知道 但現在這一刻 因為他大行 他大行的話 大家會送他多一點 就是這樣 但有時候股份的東西 瑞昇都不是第一次 你已經有些炒作 劉學棠的圖片 大家看看 他隔不止之前的時間 都已經炒作過 因為 因為那些行券對他都是不離不棄的 偶爾都說 他業務的發展 很厲害 很好的 好像你看看圖 都知道 可能之前這一陣的時間 突然之間 19年初一陣 就爆上去 是不是 當時 我有些印象都是說 他的業績 不知道出來是刑警 還是什麼情況 你的價格 都有一升 當時大家就說 不要緊 他現在參與 這次的會好 但是 你看到之後的形勢 就是說 你高出了 就很容易糟糕 就是這樣 這些的行法 其實今次的行法 和上次的行法 其實差不多 所以你只可以說 你順勢的 你覺得 還可能 我不是接火棒的 一定會追進去 但是你追貨完之後 你又沒有打算來問 就是 我高了那隻股份 40萬追貨了 我真的幫你不到 還有很多手機設備股 始終都是中美貿易戰的封岩位 有些什麼事 我就覺得 他們會發想發落的很厲害 那個問題 他們是否封岩位 其實現在開始很多是 靠華為 小米那些 你可以說 風險是分散了 當然 瑞昇現在還被人 標籤為一隻 叫蘋果概念股 他還是比較大致比 是這一番的 大致不過是說 究竟他未來的發展 他有沒有一些獨特性 剛才他那樣的產品 是不是真的叫做 叫做 只有他做很多人 人家做不到 這件事反而我覺得是關鍵 如果那件事 真的是這麼厲害 只有你做多人做不到的話 沒有 你就會天下無敵 等於好像當年蘋果一樣 你做到一個概念出來 你是厲害的 大家要跟風 要去做 那你有一股 叫我會好好 但是問題是說 究竟現在 是不是只有你做得到 這個我真的 我都確認不了 不過只可以說 這間公司 似乎那個的往績 就真的是 沒有信心 對 我自己也沒有信心 所以我都不敢 我真的不敢 不敢叫大家買 老實 這些位置 看下聽下就算了 當故事這樣聽下 當知識這樣 待下落袋就算了 你當知道一件事 如果它真是厲害 真是可以的 到時你才再 當我後師有割 你追都無所謂 但是現在這些 看有圖 怎麼賣 我昨天見到市場 它還在升 越升越近 我都覺得 什麼事 升上去 可能是一些炒了 還有今早上的同事 Recher都說 可能是一些筆水買得多 我未經常檢查 不稅買得多不多 但是 似乎整件事 都真的 這隻股份 都是小心一點 好 接著我們又跟Stanley 聽聽家庭股眾的電話 過完過股之後 好 電話旁邊有位金小姐 金小姐在等我們 你好 金小姐你好 金小姐你好 早晨你好 你好 有什麼股票問題 想跟Stanley談 我想會1357 這隻 有沒有貨的 金小姐 有啊 你應該錄買的 我看它上升的空間有多少 難怪 為什麼買這隻股品 金小姐 哈哈 醜股 為什麼買這隻 這隻真的都很惡炒 而且都真的 不是那麼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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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為什麼 如果你看回它的業績表現 我也有看過它的業績表現 其實真的不理想 雖然它有提及到 好像說它有一個什麼呢 它有一個軟件 好像 我不是親出的那個 我都忘記了我的名字了 它有一個 美圖的一些APP 好像說很受歡迎很厲害 在國外市場很厲害 但是我不知道 我對於一家公司的看法 其實是相當相當之有保留 還有因為其實我會拆開來看 它的數字真的不 我簡單地這麼說 就是說 它未來的發展 會面對著很多不同種類的挑戰 而且它有些不死心 不死心地 可能是假的 叫做短視頻那些 但視頻那些都不隔離來 所以我會覺得 還有一件事 我記得了 我想將APP 可能加入更多一些社區的 好像進到社交媒體 變成一個社交軟件平台 但是問題是 現在你想想 它已經有很多這類的APP 這些兇衝的工具 例如微信 這些已經在做了 第二 其實我會覺得 我們說這些微信 甚至是WhatsApp 這些有黏性 其實Facebook 這些有黏性 你不會突然之間 你不用其他 你不會這樣做 但是人本身也這麼說 你不會同一時間 兼顧很多這些平台 所以我對它的發展 其實是很有保留 所以你說取了這隻股份 我只可以建議你 看看有沒有機會 真的有機會 可能取回兩元的位置 你先雇了它 我自己也有用一下它的APP 你很久不久 都會收下圖 叫一下Like 我沒有的 我是不收天福的 你送上自然的 Stanley 沒錯 女生是要用多一點的 有空都會很久不久 那不是要說 她哪有生意 未同的 對 對 而且都要試試不同的東西 要瞄解一下市場 瞄解一下市場 瞄解一下市場是怎樣 我為了做分析或做節目 Stanley 辛苦了 勤力的表現 然後立刻幫她拍照 馬上試一下 然後Stanley 我們又回答一些WhatsApp問題 好 男朋友想問一隻中銀香港網 久不久都會有朋友問 這隻股份 她說34.5買了 她說跌到沒有眼睛 她就直接跟我說 未來有沒有機會可以升回呢 34.5和現在都有幾大段距離 有時真的不是甚麼 有時都是那句 如果大家看到節目的話 都已經不是第一次跟別人說 我們都說 這些本利的銀行股 甚至乎落銀股那些 你問我都說 不要賣了 算了 不要賣了 有袋就好走 但你說現在跌了一層下去 現在你34個多買 34個高度 現在27個多 當然 論過跌幅上去看的話 由你買交資計 差不多兩成左右 都還叫可控 我想你說 本身將來香港有個好處 就是它都有色牌 你也可以說 當你的價格不跌下去也好 你可能收回 假意時又收回一些息的話 可能有機會可以做到 逼一份這個效果 但問題是 公司的前景 是令大家都有些擔憂 我們都常常強調 本地的銀行業的經營環境 或者狀況 其實打壓的時間 都面對著比較多的挑戰 特別是說 第一是經濟狀況 第二是樓市的情況 第三是虛擬銀行業的挑戰 所以我覺得 雖然我們看上去是高息的 是真的 但問題是 你要記住 高息 拍息的大前提 就是要有盈利的表現 假設你的盈利 是有機會倒退的時間 你拍息的數 是不是它維持得到 我會有點保留 所以只可以說 現在有課的話 暫時考慮一下 就先拿出去 但你說有彈 都要考慮一下 減一減榜 但如果彈到什麼 Stanley 可以 30元 這些嗎 都沒有太擔心 你去到大概 以形勢去看的話 28元 邊頭上這位置 都可以減一減榜 這位家庭觀眾 可以參考一下 看到說跌到沒眼看 都知道他會傷心 算了 你都算好了 這隻不是有些什麼 這隻也有識派 頂多一下也好 好多股份 就像剛剛在小姐民那樣東西 那隻 阿金小姐民那隻 1357那些 真的有沒有識派 那個價格不斷下去 這些更慘 都是 好 接著想和Stanley 說一下物股 剛才按一下 今天都升得挺厲害 這些安全 牙芯會升9% 中間物業都升2.6% 蔡芯會都升2.3% 很多都破頂 碧桂園服務 阿生活那些 做什麼事 是不是住 至少可以 跟經濟的敏感度 沒有那麼高 所以大家就有些資金 很厲害 說實話 對呀 3319 不過都是選一隻 2669 都是這隻 Stanley總是這麼說 2669就穩陣 穩陣一點 阿生活這些 當然阿生活真的強 你見他的價格 要破頂 碧桂園服務也是 全部都是 但是這些升 其實你說是不是好 我未知是 他們通常市場越差 市場比較差 他們才會有升 不過說實話 說起又說 A股都縮了 真的嗎 對呀 現在到多少 現在升1點 啊 港股都現在升80多點 所以大家不要有事 不要太樂觀 真的有時候這些事情就是這樣 我本身打算市場會升多一點 然後就買多一些 升過2.3.8點 那是計算那麼多的 升那麼多的 夠數的 因為我之前買了一隻 7500 我那時是7.6買的 我覺得如果我現在加著 其實又不是混得很淡 好像加尼油那樣的位置 是的 我就想會不會再升多一點 可能7500 下7元的時候再加呢 7元先 是嗎 Staniel也不認識 不過你這些 擺一下沒有什麼 沒有所謂的 是啊 因為我都是長線看淡 對呀 我都是看淡 我都談淡的油來的 因為真的沒有什麼好東西 可以升的 是的 還有我覺得市場還未虧完 經濟還未虧完 所以我會這樣看 真的不樂觀 不過你說現在 內地股市 一下子不升 真的差一點 當然 就是 這麼多好消息 說到好像 是啊 因為內銀股也升不起來 內銀股也升不起來 是啊 已經是倒下去了 我剛才看到的 券商也升得厲害 券商是始終你以為 有些成交量 A股成功能就好 有些政策又好像 扶持 又有好像 兩人的業務又大 又可以多多股票可以參與 是有幫助的 不過好像形勢 真的一般 你這麼高興 我現在馬上買到7500 小心一點 有貨又不用太多 有貨又真的 是否才能給點耐性才行 都是 不要這麼心急 沒錯 沒有方寸大亂 幸好我昨天也沒有方寸大亂 都可以 都算成長了 我做完之後 Stanley 這一節都和你談到這裏 和你先報 剛才我們提過的股份 有沒有持有 應該沒有持有 沒有特別 沒有 謝謝Stanley 我們現在休息一會 稍後回來 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我們稍後再見 好